我们在世纪末出生 过去 现在 未来 九世代的声音就在这里 早午晚安安 为身处任意时段的你带来今天的节目 欢迎回到世纪末的酒 我是班 我是一学 我们呢 最近录音的时候呢 我相信 一学应该跟我一样 都还在深深的 着迷于奥运这件事情 对 我们录音的时候是奥运第二周 奥运好像是两周 还是三周的时间吧 反正就是最后一周的时间 我最近真的是疯狂 疯狂的看 我不知道各位的聊天群组 会不会也是疯狂的在刷 就只要有台湾选手出场 不管比什么 大家就是 他出场了 就一个自家孩子最棒 不管他做什么都最棒的那种 开门 阿嬷 对对对对对 差不多的感觉就是 哦我们家孙子上场了 啊失误了没有关系啦 他怎么样都是我家孙子 那种感觉 我最近真的看了很多 包含 马术啊 还有 最近还有什么 跨栏 然后我还有看到标枪 好像是十项全能 我好像真的几乎就是所有赛事都看了 就是嗯 因为这就很好看嘛 不过 嗯 感觉我们还是要好好的来讨论一下 就是今天的主题 那一讲 我觉得很不小心 这集会变成什么要继续讨论奥运呢 我们可以再录个三集奥运也没有问题的感觉 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听听我们 应该是上一集还是上两集的 运动会那一集节目 就稍微的聊到奥运 那现在我们本周抽出来的题目呢 是什么呢 一学 是什么呢 是什么 我看一下 是 你看 你瞬间已经忘记了吗 不是 因为我开着audition 如果我一直怕声音报音 我就开着audition的画面 哦 没关系 你就要问我的瞬间 报应吧 什么东西 所以题目大概是什么 看到了没有 我们的题目是我们 收到最开心的礼物 嗯 收到最开心的礼物 不过说真的 最近好像也不是什么 节假日 也不是我们的生日 突然的就 收到了这个题目 就是要好好的挖一下 回忆说 我们到底是什么时候 会收到礼物 什么样的节日啊 或是生日 或是什么样的情况下 会有送礼 修理这件事情 听起来突然很像塞钱的政客 送礼 修理的 突然很危险 真的 不过 我们就先从 究竟什么时候 会收到礼物 来开始讨论好了 一雪 你一般什么时候 会收到礼物呢 我记得 最会收到礼物 就是 生日 嗯 然后还有 圣诞节 但圣诞节 主要是交换礼物啦 嗯 就是你要准备一个 但是你可以收到 这样子 然后但是我还有一个 我还有一个比较 算是一般人 比较不会有的管道 管道吗 情形下 就是因为我有在参加那种同仁的贩售会 同仁贩售会就是 它会有一个 一个贩售会 然后那个贩售会主要是贩卖 大家可能画的原创啊 或是画了一些二创作品的 就是制作成周边之后去贩售的 的一个活动 嗯 对就是摆摊活动 这样讲好 但我 因为我在那边 我会 我会去那边摆摊 所以有时候在那边会收到 就是可能 最终我的人 写了卡片给我 或是朋友画的图之类 会有交换啊 之类的 嗯 这真的蛮特别的 应该很少人 应该比较少人 会有这样子的体验感觉 体验 体验 体验这个是怎么了 瞬间 没有只想复述 体验 那历史也讲的这些 收礼送礼的十字点 应该基本上就是 这些吧 普通人一般日常会遇到的情况下 除非你个人可能是什么 公关啊 或者是大商人啊 或者是家事贤客 常常会有不同的场合要出入 这个我们就可能比较无法讨论啊 作为小市民 我们会遇到的就是这样的情况 有啦 如果你就是你已经为父为母之类 你可能在父亲节 母亲节 啊 对对就是节制啦 就是节 对 不过只要这个都想到 还有那个啊 过年不是也会有吗 过年不是红包吗 还会有吗 可是过年 没有啊 过年如果你 我们可能去 假如我去你家拜访 我可能会带个礼盒 这样算吗 伴手礼的这种吗 对对对 有 感觉这个蛮华人文化的 就是 中华区的文化就是 常常会送伴手礼 可是说真的 我们这一辈的话 就去朋友家玩 就比较不太会 这么拘腻于 这种东西 顶多就是 Siven买个酒之类的 这种就 嗯 这种犯手礼 然后最后还是自己喝掉 大概就是这个概念 可是我有送过耶 你有送过吗 你说过年 是亲友家吗 还是怎么样 我是过年前 就是要放年假前 有联络了那个 偷袭 我们的 偷袭朋友 跟一个我的国中同学 国中同学 他那个国中同学 家在我 阿嬷家的隔壁 反正就是很近 然后 我就有特别联络他们 就是说 我买了礼盒 就是过年 因为他们的家长 也都认识我 我就觉得说 那时候已经 就是出社会 有经济能力 想到那就买个 礼盒送一下 那种感觉 嗯 所以我就 对 但是我是去 便利商店买的礼盒 便利商店的礼盒 很好用好不好 有的时候 那个盒子还很漂亮的 对 那盒子很漂亮 然后我那时候 还在那边挑半天 怎么办 我想要吃哪一个 没有 我觉得他 我都是挑 就是盒子漂亮 他会想留下来 这种东西的 没有 我挑两个 一个是 这个东西 我自己会想吃 就是 觉得感觉是好吃的东西 然后第二个是 长得还不错看 突然觉得这集 应该要在过年期间 就是 找一找 有没有 评比一下 各大超商的 礼盒 感觉比较适合 顺间觉得 这样不错 可以留这张以后 那个未来的主题 对 可以可以可以 不过刚刚 易学就有讲到说 你蛮特别的一个 收送礼的场合 是同仁贩售会嘛 这就让我想到 我之前有遇过一个 算是收礼的场合 算是蛮特别的 就是当时是我跟 我大学的时候 有一个室友 他是 就是中国留学生 然后他本身家里 就是有在 有在中共体制内当官 就是可能 中小官 这样子 那他到台湾之后 就会有很多的台商 会找他吃饭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爸当官 要找他吃饭 反正就是他会有 很多这种场合 需要出席 然后就 常常的需要去 原山饭店 接受招待啊 或什么 听起来超黑的 莫名的 超厉害的 对 然后那时候 就有一次是 他真的很不想要去 就觉得很无聊 就是他也不是很 擅长社交的类型 他就看着我说 不然你跟我去好了 我说 王考人家是要笼络你 然后你带我去 这样可以吗 他就说 你等我几秒钟 他马上就打电话 给那个台商说 我想要带我朋友去 不然我就不去 我们今天就 还是先不要吧 然后那个台商就 瞬间说 没问题没问题 你想带几个朋友 都可以 然后他就说 那班你就跟我去吧 然后那时候 还很不爽 想说我不要 就是弄场合 麻烦死了 我还要让你 跟你那边高官吗 我又说 不然这样 你帮我拨下 我就去 然后他就说 OK啊 没问题啊 结果我们就 超级莫名的 就达成了这个协议 所以不是 你确定那个地方 会有虾吗 哦有啊 就那是一个 就是原山饭店的buffet 是他有虾 然后就是很多东西 就他那时候 就还真的很乖 就是现场 一直帮我拨虾 然后当时 那个台商 就还有派他两个儿子 来负责 就是招待他 而且很明显 他们只想跟那个 中国留学生讲话 就是一直要跟他讲 就是哦 你大学怎么过的啊 然后就是 就是两岸交流怎么样啊 我父亲最近的工厂 要新开什么线啊 我旁边听的 真的是很愉悦 你知道吗 就是 你那边想拢络的人 在帮我拨虾呢 超幼稚 好等一下 有点理解 反正就是在这个 有一点点少见 对我个人来讲 很少见的场合 结束之后呢 他们就是 分别会拿出两 就拿两个袋子 就是还 就是包装很好看 结果才知道 他们是一个文具大厂 好像是 五层什么的 就其实那个厂商 是大到 大家一定买过他的笔 就是在各大文具店里面 大概十块二十块的笔 的其中一家 然后他们出很多商品都有 他那时候就是 把他新系列 就是试验中的新系列 全部装进来 然后很漂亮的 一个小小的礼带 然后就还准备两份 就给我跟我同学 然后说 哦就是 这种是一定要送礼的啦 就是 也要希望两位 可以回应一下 让我们知道 新产品的这种 使用体验啊 那可不可以交换 联络方式啊 什么的 我觉得 哇 就是这种 真的是社交公关 这些事情 这辈子可能 很难 除非从事这个行业 或是从政 不然可能很难 再体验到 这样子的感觉 就有种厉害 对 很特别的送礼体验 不过他当时 交换的联络方式 就是我朋友 也完全没有 要回答的意思 完全没有 要社交的意思 就结束了这一回合 算是 比较特别 一点点的送礼体验 那我们还是 回归到日常 我们在日常的时候 刚刚提到的 这一场 收礼送礼的时候 就是生日啊 圣诞节的时候 那对于这些 节日 所收到的 艺术有特别的 记忆吗 就让你印象 深刻的地方 或者是经验 印象深刻的 比较深刻的是 我之前有 自己主办过一场 就是同仁的范首会 就是 限定作品的那一种 嗯 然后因为是主办的关系 可能也有 就是有些人 也原本就认识我 所以我那时候 走在会场内 会时不时被拦下来 嗯 就听到感觉 拦路灵检那种 不要走 然后就 拦路灵检了 怎么样呢 对我被灵检 灵检了之后 就会收到 就是可能是 有些可能是我不认识 但是他知道我是谁 参加者 或是我的朋友 他们就会 送东西给我 就是可能跟我说 哎辛苦你了 就是办这个活动 然后这样这样这样的 然后我就会可能 收到我喜欢的角色的周边啊 嗯 或是 就是他们 这有些人真的超用心 就是他们还会 特别买那种 就类似签名版的那种 板子嘛 然后上面会画图 就是画那种 真的是你觉得 可以把它表框 表起来 放在墙上 就是一辈子留存 那种程度 然后就是 后面还会写说 哦辛苦了 然后就是 写了一些 参加活动的感想之类 然后就给我 就会 回家看的时候 就哦天啊 哦 这办活动很累 但真的是 就是收到这种回馈 会真的很开心 嗯 可以可以理解 真的非常的开心 感觉好用心 但是我真的是 不想要再办活动 真的好累 偷偷抱怨一下 是不是 诶真的很累 好啊 但是你有收到 很棒的回馈 对啦 这些小礼物相信 你一定会一直留着的 对吧 没错 很用心 还手作手话 嗯 超用心 对 那讲到就是 过去长收礼 这件事情呢 我个人比较多的印象 会是 小时候 圣诞节的时候 因为我家是 我忘记 是送到什么时候 可能国小 结束之前 就是固定会送圣诞礼物 然后每一次 圣诞礼物 就是一定会放牛奶 放饼干 然后骗我 说圣诞老公会吃掉 老实说 我觉得我也没有相信 但是有礼物拿就好 所以你要我相信 我就相信 大概是这个概念 就是 I don't care 是谁送我 但是只要放饼干 就有礼物 好势力的小孩哦 大概就是这个概念 有多势力 没办法 我就这样吧 大家都开心啊 互利嘛 笑死 反正那时候 我印象很深 是我几乎每一年 圣诞礼物都拿到套书 所以我就不确定就是 我觉得我心里是知道 那是父母送的 所以送书 但是我也没有不开心 因为我也蛮喜欢看书 但是会觉得 你只是想要我看书而已 就是一个微妙的心理状态 就是 这个真的是送小朋友 会开心的礼物吗 虽然我是算开心啦 但是真的是 适合送小朋友的吗 这种感觉 不过说真的 有好几套 我现在还留着 然后有几套是 就是那种 有彩色插图跟注音 然后是专门介绍艺术家 画家 音乐家 一整套一整套 我还留着 就是 感觉 艺璇你有下次在我家 感觉可以来看看 因为他其实真的 做得蛮好的 就对于小朋友来讲很好 长大之后 看经历 也会觉得 对那些基本概念 会蛮深刻的 然后我印象更深的 还有一次 是我生病的时候 收到的礼物 我不知道为什么生病 要生病 为什么生病会收到礼物 对 好像就有一次 我小学的时候 超级高烧 就是那种高烧 可能39度 就是超级严重 可能要送急诊室 然后送完之后 回来还继续烧 就是真的 你会 做梦都还在异语 就是你会讲一些胡话 还在烧 然后完全没有意识 对对还在烧 然后那时候 我就记得 我父母就又送了我一套书 我不知道为什么生病要送书 你知道吗 就是 生病要买礼物 然后安慰小朋友 但他又送了我一套书 我就 不是很懂 但是啊 但是意外的这套书 我真的超喜欢 我喜欢的程度是 就是他送的是 吸油记一整套 然后那一套 他还有附游生署 而且 我喜欢到 大概从小一到小四吧 我每天晚上都要听 然后有一阵子 是我可以 他一播 然后我就可以 接着念他的故事 我整套都会背 天哪 我真的超爱的 太爱了吧 对 意外的送套书 还是会有小孩子 吃这一套的 莫名其妙的 就 悉悠之战 结论 笑 对 那除了家长送了呢 我想想看还有什么 还有一件小小的插曲啊 就是有一次 我就稍微 就是跟家里讲 就是 我觉得不要再送小孩子 书这件事情 我就委婉的 就是在他们旁边说 今年好想要遥控车哦 然后 我就收到了 但重点不是收到了 重点是我收到了两台 结果是因为 我讲的时候 我父母都听到 然后他们没有 跟对方沟通 他们就各买了一台 所以当年我就 为什么有两台呢 然后我也没有得到解答 我就 赞哦 我有两台车 就这个概念 结束之后 可是你要想 幸好他们没有买到 一样的车 还是要说 幸好我讲的 不是我想要的套书 不然会拿到两套 一模一样的书 超级没有用的 今年好想要 那个圈圈圈 大百科之类的 然后就两套 一模一样 超级站位的 到底要干嘛 笑死 有没有困扰 对对 有没有困扰 不过 嗯 长大之后 小学毕业之后 就我不太会有 这种事情 也不太收到 就是从家里送的礼物 这台感觉就比较多 是学生时期 就是朋友之间 会互送的礼物了吧 这种感觉就很常 会收到玩偶 或者是我的话 会蛮常收到耳环 因为我得带耳环 感觉 再来就是卡片 就是很学生 很青春的这种感觉 那有时候也是会收到书 但是 你知道学生 不可能送套书啦 就会是一本一本的 怎么可能送套书 天哪 好笑 但是我真的有遇过 我有遇过就是 有人送书 结果送到重复的 因为当年度 就是红的小说 就那几本 好像是灿烂千阳 你有听过这本小说吗 有诶 听过 没有看过 但听过 就是跟最风筝的孩子 是一系列 好像是同个作家的 然后当年我就有两本这个书 我就默默的拿着 谢谢 默默的不敢说 那个另外一个人 送的是一模一样的 我就 你可以在后面签一下名吗 我希望搞懂哪一本是谁送的 而且我都有留着 还是很容易撞到的礼物 这种东西 但是真的很感谢 觉得大家会记得 就是你的生日啊 就是这种东西 还是最感动的部分 我突然想到 我觉得我送你那个礼物 还不错 你说神奇的 不能画直线的纸吗 不是不是不是那个 不是那个 是学生时期 送你那个春千筒 春千筒 那个我还在用 你知道吗 对 我送了班一个 美金符号的那个图案 形状的春千筒 我觉得送的非常好 就是很适合 视力的班 笑死 亮亮的 现在还在使用 而且里面只说50块 很值钱 我跟你讲 我去年就是给长辈包红包的时候 我就终于 我不知道几年没有打开它 我就打开它 里面大概有一万块吧 欸超多的欸 超多的啊 因为我就真的只丢50块 然后我就默默的 就把50块就是分集团 然后把它塞到红包里面 然后超重的给父母 我就赞哦 全部都零钱哦 但是是50块哦 超困扰的 对 但是欸 是金色的钱耶 对对啦 是没错啦 但是嗯 这是一个很棒 很实用 这样用了 真的 有没有十年啊 算了 我就不要算时间了 用了蛮多年 很实用的一个礼物 应该应该是还还还还没吧 这个就不好说了 我们就不要讨论了 没有我们才18岁可以 小死逃避现实 再三年三年 好好好再三年 那我们现在就终于要进入本周的真正的主题 就是我们在人生中目前为止 收到最开心 印象最深的礼物是什么 一雪你最喜欢最开心的礼物是什么呢 欸其实我真的是 我刚刚就是我们 因为我们抽这个主题之后 我就开始陷入了思考 完了我到底说过什么礼物啊 天哪 你知道我真的是烦恼到 我还赖偷袭 就问偷袭 欸你有没有印象说 我在之前 这是某个时期 收到什么礼物的时候 我有兴奋到大崩溃 还是在哪里大崩溃 还叫外缘啊真是的 因为这真的是可能 就是失去了那个记忆 就算是有可能 我就看到东西会想起来 但是有时候就是 你突然要我想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就完了 到底是 在哪里什么东西 到底是哪里我是谁 最开心的那一刻到底是什么时候呢 然后后来就是 我就跟偷袭有稍微聊了一下 他就说 应该有吧 就是 就是怎样怎样怎样 他就叙述了一些 我就 应该有吧 应该有吧 结果是什么 我除了问他之外 我还在line就是 搜寻了礼物 然后看关键词 这么多 这样有很多年的备份纪律 这样找得到吗 我只能看到近三年的 所以我后来就有点 对 但是后来他就是 就是跟Toshi聊过之后 就是有往了某个特定方向去想 之后 对我突然想到了 就是那个我真的很开心 真的是 超级开心 就是我大学的时候 有看舞台剧嘛 开始看舞台剧 然后就有因缘际会认识了 一样喜欢那个舞台剧的日本人 嗯 然后那个日本人 其实算是就是那个圈子里面 蛮知名的绘师 就是画图的人 嗯 画图的人 对就是他的图 其实就是 很容易就是会有几千个人 按爱心 或是转推之类 就是算是个蛮知名的人 嗯 然后也是因缘际会 就跟他认识之后 那时候我刚好要去 看舞台剧 就是去日本 然后我就有跟他见面 然后跟他见面的时候 我们还要一起吃饭啊 聊个天啊 什么什么的 然后可能交换了一些东西之后 然后那时候我后来就跟他聊 就那时候跟他聊天 就聊了说 哎我有画过这个 作品的什么什么书 如果方便的话 我可不可以寄给你 这样子 然后我就跟他讲 他就跟我说 哦好啊好啊好啊 所以后来他就有留地址给我 然后我就有把 我要寄给他的东西 寄过去之后 刚好过了一阵子 刚好是我生日的期间吧 就是我忘记生日前 生日后 他就突然就是私讯我 然后画了 就是画了一张图给我 然后私讯我 跟我说生日快乐 然后我那时候就已经超级开心 就是天啊 他居然 因为我没有跟他讲过我生日 而且我记得 我推特上好像没讲 我不知道他是哪里看到的 他怎么知道的 好强 我觉得有可能是 就是有朋友 就是另外别的日本朋友 就是有推特的时候 在推特有跟我讲生日快乐 只是我没有自己发说我生日 哦 但他可能有看到 可能他没有追踪他 他就看到 然后他就 画了给我 那时候就已经超级开心 就过了 再过了一阵子 就是我收到了他寄来的包裹 但是 我不知道他会寄东西来 嗯 所以我就想说 因为那个 就是 我寄国外包裹的时候 自己的地址都会写好 因为我怕他寄丢 寄丢的话 最起码寄回来给我 嗯 对 然后上面就有写我的地址 说那时候收到东西 就我妈 那时候是大学 所以我住在 就是学校 就是宿舍那边 然后我妈就拍了照片跟我说 你有从日本寄来的包裹 我就 什么东西 谁 神秘包裹 对 然后我那时候 就是他 他有拍照片给我 我后来就看了那个名字 我就想一下 啊 是那个日本的 然后我等于说 那个假日我就回家 然后开包裹 我就真的是 天啊 我那时候真的差点哭出来 大惊喜 真的是大惊喜 就是 他送来包裹里面 有一些是舞台的周边 然后那个周边是 就是不是 可能随便就可以买到周边 那个周边是 那个舞台有办的限定活动 然后你只有去那个活动 可以拿到的 限定周边 就是他是 就像是抽到票 然后你去现场会送你 那种 就用票换的 诶 那只会有余份而已是吧 但是因为那个 就是 他有去蛮多场 就像是一个 大概好像总共有五六场 哦 对 然后五六场 所以他可能 我记得他好像至少 去了三四场有 然后他可能就是把 等于他把重复的给我 嗯 可是你就觉得 哇天哪 因为这个东西是 我不管怎样 再怎么努力都拿不到 嗯 因为那个活动 他从宣布到举办 大概只隔了一个月 而且那时候的大学 没有办法在上课期间 就是 就是怎么讲 请假 然后飞出去 然后还一个月 我根本没有 没有办法 就是那么快存到钱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就觉得 哦天哪 然后真的看到都超感动 然后我 但是我光看到周边 已经很感动 之后就去往下翻 因为他东西 其实记得蛮多 他还记了一点 日本的点心给我 嗯 然后我就后来就看到 最下面有一张卡片 然后是他 他有特别画图 然后还特别用中文 写信给我 嗯 我就 哦天哪 真的是 他是Google 然后抄下来吗 他应该是Google 抄下来 因为你看到那个字 感觉就是他们 不太习惯写的那种汉字 嗯 我就觉得 哦天哪 算是说可能语句 还是有些 就是不顺的 但是就 哦哦哦 我真的要吐出来 感觉是有够感动 真的超用心 感觉到 太厉害了 真的 真的是 对 那你居然可以忘记 你怎么可以忘记呢 你居然还要 特别去找 不是忘记 是因为那个东西 就是被我放在家里 就是我老家 然后就是也很 就是只是放着 然后也很久没有动它 所以其实 就是一瞬间没有想起来 我刚刚在挖掘我的记忆 你要把它找出来 以后都随身带 带你住哪里 就搬过去那里 太危险了 这样不见怎么办 会不见吗 它是什么周边啊 那么容易不见吗 因为他那一场活动的主题 是类似毕业 就是我们那时候 喜欢的那一群成员 呃演员 他们要离开那个舞台的 算是最后的活动 嗯 所以他做的周边 是那种 类似第二颗扭扣的 一个扭扣的徽章 呃第二颗 是那种就是 筑筒 不是那个 我们一般看到 外面卖那种徽章 我有点不太会形容 反正就是有点像 真的像扭扣那种感觉 然后是铜 铜制的吧 之类的 那个就是它没有很大 我真的觉得会不见 我不敢 诶 不是 那感觉你要 时不时的拿出来擦 感觉会成续 如果是铜的话 但是因为我有用 就是带子装的 然后还装在纸袋 就是等于它那一包 就是包的好好的 这样子 我觉得你还是要 试试的拿出来看 不然如果身很厚的袖 会 试影部也擦不掉 很恐怖的 好 那我会先google 如何去 那个除袖 然后回家找出它 绿色的 哦对耶 其实我不确定它的材质啦 但就是 那种那种东西 好我下次 对啊 回家会会找它 对对对 没事没事 那易学分享完 这真的很特别 就是真的印象深刻 可以理解 为什么是最开心的礼物 之后呢 我也来分享一下 就是我的个人经验 那我个人经验的部分呢 其实我先直接讲 我收到的东西是什么 我收到的东西 是书 还是书啊 又是书 又是书啊 对又是书 但它为什么会让我 最开心最特别呢 是因为它的一个 故事的脉络 就是首先 我收到这个书的时候 是我大概大三大四的时候吧 当时已经就是 高中毕业有一段时间了 那我在高中的时候 有一个同班同学 就是高二高三的同学 就是我们之间的关系 蛮神秘的 在班上也不是特别的 常年在一起很熟 但是我们有喜欢的作家 一样的作家 然后偶尔 就是会突然的 很 可能今天很mash到 就会开始聊 就是文学相关的东西 就是很特别的一段关系 我刚一瞬间想说 是那个律师吗 是那个 不是那个律师 他是警察 是警察的那个 是那个说喜欢我眼球 很恐怖的那个家伙 原来就是他 对 然后上大学之后呢 其实我们的学校 没有很远 但是也没有很常见到 因为 就是警校呢 又不能进去 所以就也很难 去他学校找他 那就是在我们大概断讯 上大学之后 大概断讯一两年之后 某一天 他突然就私讯我 赖我说 给我你家地址 你知道他讲话 就是只有一句话 然后就是也没有任何的表情符号 我什么 就是很急 就是给我你家地址 然后我就 干嘛 他就说 有东西要记 给我你家地址 好可怕 我想说 眼球吗 不是 他就 刀片 刀片 好吧 给你啦 给你 好事没有关系 给你 然后我就给他之后呢 他就说 记得收件 然后他就没有 没有回我家讯息 也没有要互相喊声的意思 就结束了 这个也很 然后就是过了一阵子 我也快忘记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就收到了一个包裹 就是看起来很普通的一个 长信封包裹 结果打开起一本书 然后我还就超级兴奋了 为什么呢 因为那本书是我跟这一个朋友 共同喜欢的作家的绝版书 就他已经 已经绝版大概五年或是十年有了 他是很久以前 可能这个作家出了第一本第二本作品 然后因为这个作家真的没有那么红 所以他也没有要再版的意思 那他为什么会有 对 然后他就 他有手写信了 他就说 他自己就是有在收集这个作家绝版书 他都有去找 他只要去其他县市旅游 或者是工作的时候 他都会 就是去当地的二手书店看 他超级有心的 然后他就说 因为这本书 他刚好在那家书店看到了两本 他就马上想到我 所以他就把两本书都买下来 然后马上寄给我 我就觉得天哪 就是 这个礼物本身特别之外 就是你会觉得 一个那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 还会因为一个 共同的爱好 或这种小小的喜好 能够突然的记得你 这种感觉让我真的是超级超级开心的 所以就是到现在 对啊 这种感觉很特别 然后那本书 我后来就一直放在那个纸袋 我就留着 就是也没有 就把它拿出来 但是那本书没有很好看 就是感觉 我必须说 那个作者 为什么没有再版 那本书真的有点青色 因为他后来有比较红之后的书有再版 但那本真的没有再版 啊 其实真的太久了 他也 对对 但是就是那个用心的感觉 还有就是感觉 也收集到喜欢的作家的其中一个 可能很难找到的作品 觉得我很特别 我觉得这辈子真的非常非常难 在遇到这样子的经验 就是对方还要知道你的喜好 然后还要找到这种再也买不到的东西 我觉得 真的 真的 真的很难 你知道有的时候常常会 就是看到一些情侣在讨论说 就到底要送什么礼物 或者是有些人在追 喜欢的人时候说 送什么礼物是能够打动人 然后每次看到这种问题 就觉得 没有人会比那个想要我眼球的家伙 更打动我了 没有人可以超越他 没有了 那如果他有天跟你说 我想要一个眼球 那个可以等我死了吗 等我死了就捐给你 如果我的视网膜不能捐赠的话 再给你 或是等视网膜 就是捐赠出去再给你好不好 留眼球给你 对等我死了 但你要活得比我久 你要努力一点 希望你可以好好保充我的眼球 笑死 不过我们刚刚就是分享的 都是我们收到的礼物 很开心的部分 那最后我也想要来讨论一下 就是我们自己其实生活中 生命中也有蛮多送礼的场合 撇除就是伴手礼 或者是你要贿赂谁的送礼 直接贿赂 也撇除红包之类的 撇除这些之外呢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会一些场合 特别的用心去准备送礼 那会是什么样的礼物 让你自己都会觉得 天啊 我那时候真的好用心 好努力 就是我可能这辈子 不一定能够再做到这件事情 可能会有这样的经验 我们来分享一下 那一选你觉得 自己送出的礼物 最特别的 或者是你可以分享一下 你平常怎么选礼物的 这个经验吗 嗯 其实我自己选礼物的情况下 我有时候不一定会实质的去买礼物 但是我基本上 因为我朋友没那么多 朋友没那么多 但是可能后来也比较有联络的朋友 都是几乎都是可能有同样的兴趣 所以我通常会去 一定会画个卡片 就可能会画个说 可能他最近喜欢哪个角色 然后我可能就会画他 然后就是类似 就是一定会有个手工手绘的卡片 嗯 但近年来比较会是电汇啦 因为近年来就是那一道 嗯 然后如果是礼物的话 呃 我比较常会去看那个叫什么 Pinkoy吗 嗯Pinkoy 对我去看Pinkoy 因为有时候会想说 想要找一些 就是你一般店家 比较买不到的东西 或是这样 然后就去Pinkoy看一下 但是通常到最后 反而有时候去实体店看到 等一下我要买这个 就是他了 的那种心情会比较 对比较强烈 不过我之前有在Pinkoy买过一个是那个 我记得是戒指 是那种就是人家精工做的戒指 嗯 对而且那个 那个店主是日本人 嗯 对我那时候就是有特别 为了 那个大学室友的生日 我就有特别去 用日文跟 那个店主就是说 哦我想要怎样怎样的设计 然后就是他的那个戒尾是多少 然后怎样怎样再麻烦他 然后所以他也是做完之后 从日本寄来 嗯 然后等生日之后 我再拿去送给那个 就是我有大学室 我现在想送戒指 超级像什么 什么求婚吗 啊 求婚 订婚 订请物 订请物 有点像 笑死 然后就是 主要是送礼 基本上是这样子 但是我印象自己 算是印象最深刻 准备最用心的 其实是 这不是我自己给的送 是我跟 就是一群朋友一起 就是那时候我们喜欢的舞台 他来台湾公演 嗯 然后我们就觉得说 不行 我们一定要做个什么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准备了一些 算是应援活动 就是我们有在 可能某个地点 就是让 就是我们有印布条 然后让 也喜欢他们的粉丝 可以来签名留言 嗯 印布条 然后卡片 然后我们还有就是特别 画了就是 给 指给他们的周边 就是我那时候印了 镜子吧 手持镜子 然后其中我觉得 最有纪念性的是那个 我们有做T恤送他们 嗯 就只能写吗 就是一人 一个演员一件 可以这样子说 但是都是一样的图案啦 就是我们是等于说 是把那次公演的主题名字 然后写上去之类 然后上面还写了一些台湾 然后后面有写他们 每个人的名 就是有一个 就是演员列表的东西 不过就是 有店家可以印这样 每一件不一样 只印一件的哦 没有没有 他们 我们是每件都一样 那个名字是所有人的名字 所有人的名字 就是 对就是全部人都有 就是把所有人名列上去 然后我们就 做这件事情 然后也有 送他们 然后其实后来 就是真的是 非常感动的是 就是有看到演员们 后来人po的照片 就是会看到他们穿着我们 送的衣服 可能去排列的啊 或是去 就是大家私下出去拍照 都会穿 就觉得 天啊 有个感觉 那时候真的是兴奋 到就是 诶那个CCC穿了 然后裙子里面 另外一个就去 诶那个CCC也穿了 他怎样 他照片不在哪里 他也穿 然后就 对就是这种 集体粉丝暴动的概念 对对 而且后来 就我们有时候 我们那群朋友 出去吃饭的时候 也是会 穿那件T恤 就大家会 看到一群人穿一样 很像穿班服的感觉 很可爱 感觉真的超可爱 对 而且我们最近还在讲说 诶爸爸那件复刻啊 因为那个是我们大概大 我大学大概大一大二 所以其实里现在也蛮多年 就是那件衣服已经 我自己的啦 是已经穿到那个 林口已经松掉了 哦你们自己有印是不是 对因为我们就是 等于说除了印给他们以外 我们自己也有留 就是自己 我们一人有一件 就是大家有去分 然后当时也有算是 就是也有 呃因为是办活动嘛 所以有 就是有其他粉丝 就也有问说 他们可不可以一起 就是出这个钱 嗯 就你可以选择 只买这件衣服 或是你帮忙一起出那个 就是 要送他们的衣服的钱 嗯 然后基本上大家都会选说 要帮忙分摊 分摊一点 所以我们也没有 真的说大家花 都花到很多钱 就是平均下来是还好 可是就是那真的是一个 很有纪念价值的 嗯 你们真的可以复刻一下 就是让大家 会觉得要复刻一下 好小的件衣服 值得值得 非常值得 真的 嗯 那艺学这边呢 是送给算是 这算偶像吗 就是艺人 就是你们喜欢的 演员 舞台区演员 对 我不知道 他应该要称作什么 他应该要称作什么 就是追星活动 对 就是追星活动 特别是看到 就是送礼之后 对方也很喜欢 这件事情真的是最开心的 也可以理解 就是为什么是 自己印象最深刻 送出去的礼物 那我个人呢 是比较没有 就是这辈子 可能都没有追星活动啊 所以比较没有 这方面的经验 可以分享 我自己的送礼 当然就还是在 比较身边的人 这部分 那平常送礼的话呢 我这个人其实 也蛮懒的 而且到后来 要送不送 就是可能 如果我记得 这个人生日 或是最近 也不一定要什么节日 就他很缺什么 可能没有任何理由 我会送 就是近期来讲 会是这样 那再来就是 如果我特别想起来 他要生日 我就会花五秒钟 试图要委婉地 询问他最近缺什么 但是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都会说 你知道是我生日礼物 是不是什么啦 是不是啦 这个连结给你啦 大概百分之九十的人 都会直接这样 我就谢谢 我就不演了 谢谢谢谢 谢谢的做 就你知道 别演都不 对 大家都不要演是最好的 你知道这样很累 又很麻烦 而且送我都可以确保 你下次就直接问他说 你生日礼物想什么 你不用演了 你生日礼物想什么 我只会列个列表 就是 让我挑一下 我只会送一下 对 就是跟那个 欧美结婚的时候 都会有个新人 那个礼物列表 就是那个 让大家认识购买的 的那个类别 就是以后希望 大家可以提供一个表 我可以自己去勾选 大家不要重复买的 好不好 会有同一本书的问题 大概就是概念 我近几年会是这样 然后再来是 其实我觉得 除了这种 送食用性的之外 近几年送礼的场合 感觉又更少一点 因为学生时期 大家确定身边周遭 就是那些人不太会换 至少会有好几名 固定这些人 所以你确定会见到他 也比较容易记住他的 特别的节日啊 或者是这些节日 都会跟他一起过 可是出社会之后 可能频繁到他的工作啊 或者像我个人在家工作 其实也不一定会 固定的遇到谁 所以送礼的场合 送自己也少很多 能够记得 然后传一句生日快乐 就已经不错了 再加上 就是大家出社会之后 你知道 有比较接近财富自由一点 相对于过往 就是想要东西 大家会自己去买啊 所以 比较 比较没有太多的机会 会有这样新的经验 经验 那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 送礼经验呢 其实算是很久以前了 就是在高中的时候 就当时呢 我就是有一个 呃 暧昧对象 啊 当时就是在毕业制止的时候 我就非常用心的 就是在毕业制止里面 用他的学号 然后写了长头诗 我又觉得 哦 这真的是非常厉害 就是拜托 谁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我非常的自我满意 然后当时就是 我问身边的朋友 也觉得 哦 这超帅的 可是你知道吗 没有任何人觉得 这件事情很感动 我就一直很不懂 为什么 就是这个礼物 应该以独特性来讲 是没有办法重复的 就是全校只有一个人 可以送你 拜托 那为什么 毕业制止 对啊 就是毕业制止的 我有在现场吗 你有 你一定有在现场啊 但是只有他个人知道 因为我是用他的学号 去做长头诗 所以他本人知道 他本人知道 我有跟他讲 就是讲完之后 我就跟他讲 然后我就跟他说 因为每个人不是都会拿到 一本毕业的 那个 那叫什么 毕业件 一个册子 就是活动的册子 所以里面会有 毕业生制止的全文 然后我就直接跟他讲 就是我的分段 是直接用 就是学号 有几个号码 就是有几段 然后我直接跟他讲 你每一段书 你的学号下来 他会是一句话 我会觉得 哇靠 这么用心 这么厉害 就是又要有文学素养 又要有制止的经验 谁可以做到 超级自满 但是他超级没有反应 然后我就是超级 超级无敌受挫 然后我后来就 就重新的检讨 就是到底为什么 这样子的礼物 没有办法赢得人心呢 然后我得到的结果 算是可以接受 但有点不能接受 就是有几个朋友 跟我讲说 因为这件事情 是你擅长的 他说就是 因为是你做到的事情 所以不会让人惊讶 就是 就是班是会这么做的 所以 就是 厉害 就结束了 就相比于这种礼物 他们说 如果是我手支的围巾 支的很烂 那种反而更感人 就是因为 是你不会做的事情 我觉得 对 送礼真的是 好难哦 哦 这都好难看的 可恶 这样讲 蛮可以接受的 就是如果说今天 假设啦 因为我 别人生日的时候 我会画图送他嘛 但是我今天有一个 可能有一个朋友 他也是 我每次都画图送他 他也要画图给我 可是他不太会画图 可是如果他很 努力的画出了一个 对 然后我喜欢角色 那我已经会超开心 因为我知道他 平常不会做这件事情 然后 这个 我觉得这个 其实是反差的感觉 对对 而且你会很感受到 他真的更用心 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你要先克服 自己不擅长的事情 然后你才能去 把这件事做好 可是你会变成 你因为你直接站在 哦这个我会啊 然后再 往上 就是感觉 本来就站在 比较高的地方 对 所以我觉得 嗯 送你这件事情 真的在 在这一次的经验 让我真的是 大大的受挫 也学到了经验 就真的不是 这个礼物的特别 或者是就是很厉害啊 什么 对方就一定会超感动 没有 你吃个围巾就好了 超级嫌弃 但是嘛 也是一个 不错的经验 你知道那时候 其他的朋友就说 哦这个如果是 他的男朋友那么做 或什么 他会很感动 他觉得 这不是少女漫画 才会有的桥档 说对啊 那他为什么 这么不知感恩 强调不知感恩 超级 笑死 但是好了 我的理性上 可以理解 就是的确就是 以班会做的事情来讲 这没有那么特别 但是感性上会觉得 你就不能感动一点吗 可恶 你应该要 你不能有点反应吗 哈 一年只有一个毕业生 可以支持 你知道吗 哈 你知道那整篇稿都不重要 重要的只有你的长头师 你知道吗 超级疯狂的抱怨 笑死 不过最后 分享的这个故事 也算是给大家一个 如果你还没有犯过 这个错的话 可以记取这个经验 就真的 有的时候不是真的 所谓的高大上就好了 是对方感觉到 你真的为了他 花了时间 然后克服了可能 你过去不会做的事情 或是你觉得很困难的事情 这种反而是更容易 让人觉得感动的 就算他只是相对于小的事情 都是更容易 让人印象深刻的 真的 嗯 一个寻寻善 又希望大家记住 不要再犯一样的错 哈哈哈哈 那我们今天也分享了很多 不管是收到礼物 还是送礼的一个 选择 或者是特别的经验 那我们的听众朋友 也欢迎到我们的 YouTube留言 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们是不是也有特别的收礼 或是送礼的经验 或是你看过你家父母 偷偷就是在礼盒塞前 送给立法委员之类的经验 也欢迎分享 我真的有朋友 家里是做这个的 就是真的假的 他就说 他家里就是有 父母是做白手套的 我就 嗯 嗯 在接下来的问题 我们就先不讨论了 但是 如果各位有这么 特别的经历的话 也欢迎到YouTube留言 可以分享一下 让我们大开眼界一下 看看不同的世界 不同的生活故事 那最后最后 还是跟以往一样 就是分享一下 我们有在哪些平台上传 来吧 易雪 我们在哪些平台上传 Podcast呢 呃 我们在 Google Podcast Apple Podcast Spotify 然后 Sungon 还有 呃 呃 Podcast应该就这样吧 对 打穿 打穿了 耶 那除了Podcast 礼拜一礼拜四的 中午12点哦 大家不要错过 除了Podcast平台之外呢 礼拜二礼拜五 我们会把一样的节目 加上 易雪画的比较不一样 特别可爱的图 放到YouTube上面 也希望大家可以去 订阅一下我们的YouTube 按赞订阅分享 小铃铛 对 打开小铃铛 耶 然后我们的Twitter FV跟IG 也都会有一些 推广活动 还有比较不一样 专属于IG的图 大家也希望 可以去订阅一下 看看我们 易雪画的可爱的图 我画的很努力 对 画的真的非常的努力 非常的可爱 那我们 啊 最后一个就是 我们的表单 我突然忘记了 各位如果有希望 提供我们的主题 或者希望我们 可以聊的话题的话 我们都会有表单连结 放在每一集的 资讯栏下面 希望大家可以去 填一填 我们下一次 就会迅速的 处理你的问题 马上都回答你哦 那 真的会很快哦 真的很快 真的很快哦 对 真的很快 真的非常的快 是种光速 超越光源的速度 出你的问题 通常大概你填了 这两个礼拜后 大概就可以听到了 大概 我们的很快意思是 你填了大概一小时内 我们就会看到 这个部分会很快 哦是这个部分吗 我以为是 两个礼拜后上映 是因为我们会 预先录节目 所以就算我们马上录 也会要一段时间 才会上映 但我们一小时内会看到 对我们很快 我们超快 我们设了通知 就有人填 我们会马上收到通知 我们会兴奋去收 因为都收不到 哈哈哈哈 好啦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告一个段落咯 谢谢易学 我是班 哈哈哈哈 我是易学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果然礼物收到最好的 还是现金吧 比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